哇 呀 这个骨头感觉像那个 就那种游戏画面里面那种骨剑 一把骨剑 又让我想成那种的军马驴 从背后抽出来 啊 金子 然后这个骨头上面还有很多肉的 我感觉雪赚 这个雪赚好吧 我说你买些油排 买油排家庭也起的 别给那些大叔们买的 所以我还是吃肥肉哦 我煮河路的人哦 偶尔也要穿个味嘛 天天吃那个肉都吃腻了 关键是我自己想吃 我煮菜的话 主要是按我的心情来 不是按照他们想吃什么 我想吃什么就煮什么 以河路的话 要按照别个人不开的心情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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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 看来在家里面这么多 太小了 这声啥子 这啥子 马尖大 马尖大呀 这完了这怎么做饭了呀 糟了吗 糟了 这个刀看起来了 天啊 我说你去手机弄哪个刀子吗 我说你要买新刀了 真的要买你 你看你来看 我来看我来 我 我给你个针子都不说 这个质量太便宜了 不能摆我 质量太便宜了 这个油他妈几年 你都用了我 你一直把一坑都坑了 你要不说你来的 又不是给手机手的这个刀 好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 记线出了老家这把砍柴刀 这个刀的话就不怕了 随便砍 什么怎么这么硬这个 像啥一样的 太硬了 这一块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肉 没有肉特别多 现在给它擦水 来个生姜 鸟酒 说真的我现在很困很累 就等这个锅这个焯水擦完水 我把它捞出来就去睡觉了 明天早上的话可以睡晚一点点 因为今天晚上咱们努力了 就为明天做了准备 而且最主要是明天不用买菜 啊 开始第二天早上的干了火了 搞这个酱骨头现在炒一个长勺 一小碗水 准备一点香料调料 生姜 大葱 香叶 绿皮 干辣椒 小茴香 大料三个 三嫩 胡椒一把 这个做法是挺简单的 直接我们用这个高压锅来压 来炖 然后高压锅里面倒点油 油热我们加入刚才这个香料 可以给它炒香 现在的话加入我们放这个 这个猪油 生抽我们来一个两勺 老抽来一勺 好油了一勺 然后再来盐巴 大火给它烧开 然后盖上锅盖 给它动个三个小时 出锅了出锅了 终于可以开锅了 搞错了再来 这个颜色还是非常的 非常有私欲 现在我们另起一口锅 倒入我们这个鸡蛋 把鸡蛋倒到下面 然后再把肉倒到这个锅里面 给它收拾汁 像这样子的这个大骨头 因为太大了 装这个盒饭的话 装不进去 就得另外单独再配一个盒子 给它这样配着一套 这是今天中午的盒饭的标准 有鸡蛋黄豆还有一个骨头 盒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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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咚咚咚咚 咚咚 咚咚 以前就是先不及的 行不行不及了 不跟我了 哪里就这么走不成了 先回来之后先喝口水 然后阿黑真的是 说一全网当中 很多博主都说粉丝先吃 真的我每天做的饭都是粉丝先吃 今天又有粉丝过来找阿黑来吃饭 真的非常感谢 然后呢 给自己留了 今天给自己留了很大一块两块骨头 然后呢 这是妈妈今后面做的那个 盐菜肉 不对 杂肉粉蒸肉 放了卤蛋 嗯 粉丝先吃 今天这个骨头真的非常入味 太香了 太香了 嗯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骨头可能没什么肉吃不饱 但是后面我有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 我加了黄豆和那个一个卤蛋进去 这样就差不多了 就不会让人家觉得 就没什么分量 光是骨头 有鸡蛋还有黄豆 还有两个素菜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明天再见 做什么菜呢 还不知道 看明天早上去买什么 对吧